好,大家好,我是简单爱 好,然后我们今天呢,要来说书 今天要讲这个显化效应这本书 对,好,那显化效应呢 其实就跟秘密这本书其实是很像的 好,然后就是重点就是一些你的想法啊 观念啊,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那就是可以怎么做 就是像吸引力法则 好,然后还有三分钟未来日记 然后呢,好,还有一些 等一下会讲九大显化的秘密练习 那宇宙是从虚空中而生的 那显化呢,是从梦想里成型的 然后就是可以感觉自己更好 那你就是,哦,有了 那显化其实是一种练经术 好,然后呢,把它呢,就是千锻炼成精 那人生最棒的事情就是莫过于 看见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好,然后自己人生做着自己热爱的事业 然后服务众生 然后支持着自己 那我们呢,也深切的渴望着 我们是最脆弱的部分 好,就是保持得开放的心态 那相信宇宙对你来说 什么都是可以相信的吧 那生命呢,是充满活力 还有满足 好,这些的元素 还有爱啊 好,然后目标、服务 擴张、幽默、连结、赋予、和平、美丽等等 都是很不错的 那你要相信才有可能嘛 那它有一个显化的秘密合约 好,那就是可以写说 开始的日期 好,几月几号 好,然后结束的日期什么时候 好,那今天呢 我某某某已经下定决心 我承认在我的生活中 好,哪一个方面 是金钱、事业、健康、人际关系 还是创造性的自我表达 成就、什么相互等等 好,来显化我的渴望 然后我正在显化的是 好,把内容稍微叙述一下 为了创造了这个显化 我承诺将致力于以下的显化练习 好,就要做练习的 然后使得显化事物能够在我的生活中开花结果 我将指定的时间做这些相关的练习 好,练习的方法有什么 好,练习的时间有什么 好,然后就把它写出来 如果我没有完成这个承诺 后果会怎么样 好,我在此声明说 有的挫折都是化解疑惑继续前进的机会 好,你要克服障碍嘛 好,我宣告我值得拥有自己渴望的事物 我将拥有这一切所需的一切 好,宇宙都有的 好,我与充满爱的宇宙是合一的 它对我的愿望说,是的 好,显化已经在目前的生活中完美的开始展开了 好,然后就找签名 好,两个人还有一个见证人 好,那显化呢 有七个秘密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必须要聚焦在美好的事物上 我们可以从小的事情开始 比方说香蕉 那我们就要特别注意香蕉 就是提供注意力的这种状态 好,然后呢 还有看什么是应该的 好,喜爱美好的事物 比方说生活中重要的人 或者是那些跟你有正向关系的人 好,感谢他们的事情 然后照着上述的方法开始做 好,这是第一个 好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是停止等待 好 不要再一直在等待 好 第一个是正向美好的东西 第二个是停止等待 好,就赶快去做了 好 不要一直等很多东西 好 第三个是值得跟接受 好 你要相信你值得拥有 好 然后去接受它 好 带着感恩的心 好 接受什么呢 比方说赞美啊 宝贵的意见 还有生活中的小确幸 好 其实还有礼物金钱等等 好 这些都是接受 好 不要人家已经显化给你了 你还不知道 好 所以 这样子 好 那有七个方法可以立即做的 好 增加小费啊 清理衣橱或抽屉 就是做断舍离 然后呢 写感线系或纸条 还有清理你的能量场 比方说你想要冰箱 那你就先把旧的冰箱给清除出去 留空间给它 好 它才能进来 再过来就是走进大自然 然后跳舞 哼歌等等 好 第四个秘密就是不思 你想要接受到的 我们刚刚讲 我们想要爱 我们就先给别人爱 好 那这样子它就会回馈回来 对不对 好 然后第六个呢 就是你有你想要的 宇宙也会有它想给你的 好 不一定说你想要的 通通都会有 它可能宇宙会给你 你所需要的 好 好 那我们有一些仪式 宇宙的仪式可以消除积怨 我们先 吸气 吐气 然后放下它 来说这一句话 宇宙 我把一切怨对交给你 我受够了 请协助我 记住我所需要学习的人生课题 并把它们烙印 或编写在我的细胞中 让我化解痛苦 让我自由 此刻我全然的把一切交付给你 好 我觉得蛮好的 所以特别跟大家分享 那这本书里面有很多 呃 你想要健康方面的 好 你想要 呃 工作方面的 任何方面的 呃 这个 文具 它都有写翻译给你 好 大家可以去参考这一本书 好 显化 呃 的效应 好 好 再来呢 就是有几个显化的练习 好 第一个就是我们 要记在心里的事项就是好的 好 然后 就是正向悬远的脚本 一些正向的肯定语言 好 这个就是才需要 其他的就不要了 好 然后我们要去写脚本 第二个呢 就是祈祷跟正念的意念 好 不管你是不是 阿们都可以做祈祷的动作 那他这个祈祷有很多 那我就举例 跟金钱丰盛这一方面有关的范例 好 请宇宙消除我所有关于匮乏的想法 我的生命呢 丰盛 呃 满意 我有足够的金钱支付所有的开销 好 欲望 存款 跟分享 我自知 呃 在地呢 知道自己在各个方面都是丰主的 我值得拥有 这一切更多的美好 好 要这样子 好 然后还有很多 好 那第三个呢 就是 呃 受启发的行动跟请求视线的征照 受启发的行动 比方说呢 请求 呃 万能的宇宙请向我展现 接下来要做什么才能创造我想要的生活 好 类似这样 好 好 然后他一样有很多的范例 然后要知道征照 假设一直重复出现的 或者是你想到的 哎 他就以而再再而三在你身边 就是提醒你 像我们以前在佛堂有讲过一个故事嘛 那个严若旺的三风信 对不对 那你可能不知道他的征照 那你就不知道他怎么会来了 对不对 第四个练习就是列出显化清单 好 然后有人是说用红色的本子写下你一百个你想做的事情 好 有愿才有利 所以一定可以的 好 第五个是注意喉心 好 就是你心里的这个状态 然后可以控出每个星期至少控出一些时间这样做 如果可以的话就两个星期 看看自己的schedule 然后找出例行的公式 然后找用一个彩色的便利贴 然后呢就是可以随时贴 好 然后在固定的时间就是写下来 好 第六个就是假装 弄假成真 好 装久了就是你的 好 所以我们要变有钱人也要先学习有钱人的那个做派 好 之类的 好 然后舞出你的梦想 好 就是把它编列起来 好 然后可以写那个日记 好 也不错 感恩日记 好 第九个就是愿景版 好 那这个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 那过年前学长也有带我们做愿景版 我也蛮喜欢的 好 那再过来呢 第三个部分是将显化的秘密带进各种生活层面 好 那我们先选一个目标一个领域 好 然后去做我们想要创造的是什么 然后要很具体明确的时间地点 然后这些都把它写出来 好 然后接受自己的现状 然后呢 开始做冥想 然后呢 去感觉 好 好 那显化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层级嘛 好 好 那 它后面就是 呃 比方说我们可以跟大自然一起做成冥想 那最近冥想也很行 好 然后就是 这样子 好 那有四个方法让大家可以变得更强大 第一个先写下来 然后跟自然团的伙伴联手 然后有效的方式进行观想 我们要先想象有钱人的时间 好等等的 然后每天清净大自然 大自然能量会给予你 好 好 很多啊 很多啊 像健康啊 美丽啊 这些都可以 好 好 那 情绪也是这个张觉很重要的这个重点 好 就是我们必须把情绪控管好了 好 才能呃就是处理其他的事情 然后我们呃 还有注意就是可能会有相反的吸引 就是不安的等待下一步的发展 这样子就不是很好 就我们还是要注意 好 那有一些破坏成功的方法 我们也要晓得 不要拖延 然后不愿意请求帮助 然后做事虎头蛇尾 还吃错食物 好吧 四处八卦 消费负面的娱乐项目 还跟错的人分享太多讯息 浪费时间放弃 还有忽略你的直觉 好 这种都不好 那我们当然要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好 从小处左手 一次选择一个领域 然后探究你喜欢的 好 然后增强你害怕的练习 空出显化的时间 好 还有空间 等等的 取得支持 寻找美好的事物 让情绪之旅的练习 变成生活中的一部分 让显化呢 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好 然后每一天呢 怎样结束五大步骤 就是任何困扰你的 斜尖端的锯子 把它圈起来 然后化掉 然后第二个 加一只手放在额头上 深呼吸 我放下了这一天了 然后想像自己 透过胸部中央呼吸 两次 两分钟后 然后写下我们感激的事情 然后呢 描写那些可以唤起我们爱跟温暖的那种感情节 然后想像金色光芒 从想象中放出来 好 包围整个人 好 然后祈祷确认 咨询 好 我们是被倾听 被爱 被给予的 好 那这是这一本书 那我觉得就是有怨有利的 好 所以就是要相信一切 好 然后上天其实冥冥之中 上天都自有安排 所以宇宙呢可以给予我们所要的一切 也会在正确的时机点呢 来给你所要的挑战 好 所以很多东西只是时候味道 好 不是不到 所以大家呢就是好好的去 嗯 勇敢的去接受挑战 那你当然呢也会越来越好 好 那相信大家一起来 呃 尝试 好 然后来感受这个显化 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这个境界了 我们也来自我挑战一下 好 那我觉得 嗯 看这本书 跟之前看秘密也有一点 雷同的感觉 好 那也都是不错的 那可以试试看 好 至少现在很多人都在做冥想嘛 好 然后祈祷也是阿门 他们所会做的 所以我们就多一些信任自己 好 宇宙都会给我们所需要的 好 谢谢